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过去很久一段时间内,英特尔的竞争对手AMD和该公司的一些最大客户的本土化努力,已经蚕食了该公司在伺服器领域的主导地位。 由于生产技术和向市场推出新晶片方面的延误,该公司的能力已被削弱。 Sci-Fi Rapids是英特尔在2019年首次宣布的产品,其上市时间至少已被推迟了数次。 不过英特尔1月中旬,终于发表了采用了该款新设计的伺服器晶片, 这是该公司重新控制伺服器之一计算机领域,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之一的关键。 英特尔表示,基于新的Sci-Fi Rapids设计的, 智强Zion处理器已经在Alphabet旗下的Google和Amazon公司的AWS运营的云端运算系统中投入使用。 此外,它还将在惠普和戴尔提供的伺服器中使用。 对于英特尔,这个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处理器制造商来说, 新产品为其带来了一个遏制市场份额损失的机会, 并证明它已恢复自己的能力, 可以提供作为互联网和企业骨干网络的伺服器所需的有竞争力的晶片。 英特尔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部门负责人表示, Sci-Fi Rapids的首次亮相是该公司重建信息的第一步, 即英特尔将再次引领计算机行业向前发展。 其还表示,在经历了几次失误之后, 英特尔一直在努力重新获得客户的信任, 以证明他们的工作正在改善, 正在重新获得卓越的执行力。 随着行业的爆发, 英特尔的数据中心业务一直在徘徊不前。 该公司的智强系列晶片曾经占据了99%以上的市场份额, 这些晶片需要对智慧型手机和互联网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数据进行分析和理解。 英特尔数据中心部门的第三季度销售额下降了27%至42亿美元, 但在通常情况下,该部门会贡献英特尔很大一部分利润。 同期,AMD的数据中心部门的收入增长了45%。 研究机构Mercury Research的数据显示, AMD从英特尔手中抢走了3.6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 但是英特尔在该市场上仍然拥有83%的份额。 英特尔表示,新的伺服器产品是执行长基辛格, 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旨在使这家晶片制造商回到行业的最前沿。 然而,此前投资者对这一计划的成本和所需的时间表示了不满, 导致该公司股价在去年下跌了49%。 英特尔高官表示,采用SIFI RAPIS设计的, 新智强晶片带来了技术上的进步。 将让其客户变得更加灵活。 这些处理器可以在目前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即伺服器买家希望结合多个晶片制造商的多种类型的晶片。 至少英特尔的一个竞争对手对这种说法表达了赞同。 辉达公司已经选择了新的英特尔设计, 作为其DGX人工智慧加速伺服器系统的处理器, 抛弃了该公司在前一代产品中使用的AMD晶片。 英特尔愿意在早期与辉达合作, 分享测试晶片, 帮助辉达为自己的晶片微调软体。 最终,这些晶片成功进入了用于训练AI软体的机器。 辉达副总裁表示, 英特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 在辉达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技术, 与辉达的工程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除了在辉达的DGX等高阶人工智慧装置中发挥作用外, Safire Rapids的设计中还内置了几个加速器。 英特尔副总裁表示, 那些使用功率较小的伺服器的用户, 如内部企业数据中心的所有者, 可以利用人工智慧的优势来分析他们的数据。 总体来说, 新的设计将帮助数据中心运营方节约能源, 允许一些客户减少使用独立的晶片, 并使伺服器能够更迅速地完成工作。 AMD在去年11月发表了其最新的伺服器设计, 当时该公司也提出了一些类似的提高效率的说法。 而一些分析师都表示, 英特尔的Safire Rapids和它的后继产品将是扭转英特尔衰退的开始。 收入和市场份额是重要的追踪指标, 让其可以审视自己这几年做到了什么, 没做到什么。 英特尔的竞争地位今年仍将面临挑战。 甚至英特尔执行长也曾表示, 伺服器的竞争在一段时间内将是一场短兵相接般的战斗。 此外, 英特尔执行长之前还表示, 未来50年, 半导体供应链将是比石油更能决定地缘大局的因素, 晶片领域的投资、贸易和可取得性将主导全球地缘。 他表示, 英特尔正在欧美等地投资设厂, 这不止对公司未来重要, 对全世界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资源, 因此需要建立平衡、 坚韧的供应链。 英特尔去年宣布在美国投资200亿美元兴建两座新工厂, 也在欧洲宣布多达900亿美元的投资, 以确保在全球半导体界的领先地位, 并应对晶片生产过度集中亚洲的现况。 这是他们未来十年在欧洲数百亿欧元投资第一阶段计划的一部分, 计划投资170亿欧元, 建设两座半导体晶圆厂。 其中, 德国McDarburg工厂原计划在2023年上半年开始建设, 所生产的产品2027年开始上线。 同其他的晶圆厂一样, 英特尔在McDarburg的新专案, 在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 将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德国方面也准备提供资金支援。 此前外媒在报道中提到, 德国方面是寻求提供超过50亿欧元的公共资金, 但最终的补贴方案需要得到欧盟的批准。 此外, 欧洲多个国家已经向英特尔抛出橄榄枝, 之前意大利政府重申说要争取英特尔的投资。 不久前, 意大利总理表示, 他将与英特尔会面, 以讨论这家美国晶片制造商, 可能在意大利进行的数十亿欧元投资。 在去年8月份, 知情人士透露意大利与英特尔, 达成一项初始价值50亿美元的协议, 在该国建立一家先进的半导体封装和组装厂。 英特尔去年3月宣布的, 将在McDibberg开建的这座新晶圆厂, 近期遇到不少挫折。 日前, 德国媒体Folkstam报道称, 英特尔工厂原本计划2023年上半年开建, 但现在英特尔似乎有些退缩, 因为英特尔希望在当前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德国政府能提供更多的资金补贴。 德国经济部新闻发言人称, 政府会继续与英特尔与欧盟委员会沟通。 到底资金的类型是什么? 补贴金额是多少? 德国需要获得欧盟许可, 正因如此, 德国需要更清晰的数据和讯息。 因当前大环境经济情况不佳而冲击了半导体产业, 使得处理器龙头英特尔暂缓在德国兴建新晶片厂的计划。 不过, 据路透社1月下旬报道, 英特尔再次强调将会在德国McDaburg建设晶片厂。 目前, 英特尔正在与德国政府商讨资金事宜。 英特尔全球营运长负责英特尔在全球的制造业务。 但随着通膨飙升, 工厂的成本也在增加。 其拒绝对该问题发表看法, 他只是说, 自从专案宣布以来地缘挑战加大, 半导体需求下滑, 通膨和衰退损害了全球经济。 虽然其并未对建厂的成本增加作出回应, 不过其强调, 英特尔在去年年底就已经购买建厂的土地。 英特尔全球营运长还表示, 英特尔承诺将会努力让McDaburg专案成功。 在当界环境下, 虽然他们不得不调整节奏, 但英特尔仍会重点关注该专案进展。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